总统努力下 我们一直要让台湾做得更好 日前才宣布全民普罚6000元 带着政策有人骂是大撒币 苏回口中的让台湾做得更好 要教主总统大位的柯文哲可不认同 批评还税渔民不是愚弄人民 中央总预算长期低编 多收的再回避监督 然而特别预算却一笔又一笔 毫无财政纪律 质疑一边举债 却又一边抄争一边发钱 执政不务时 这样的政府又谁相信 这就是经济好的表现 这次政府会做事 马英九执政八年 负债1.7兆 而蔡总统做到现在第七年了 只有3000亿 跨口大赞 蔡英文执政有成 还反酸了马政府时期负债累累 但蔡总统上任以来 税收扣除掉预算 从105年到108年 都超增800到1200亿左右 只有109年碰上疫情 才短售223亿 但110年跟111年 都大爆量超增4000多亿 统计下来 7年超增超过1.2兆以上 也就是说近几年特别预算 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